嗨!我是姊夫 大家好 歡迎來到姊夫食堂 有沒有發現天氣越來越好 氣溫也慢慢變高了 夏天快來囉 今天姊夫來分享一道 適合夏天的午餐 辣亮的清脆生菜 加上幾乎沒有脂肪的水煮雞胸 還有姊夫的特調桑勝沙拉醬 哇!生蟲鹼糖 好吃又沒負擔 怎麼樣?聽起來不錯吧 那還等什麼 那就跟著姊夫 一起來做做看囉 哇!覺得很好吃耶 先煮一鍋水 待會兒要燙雞胸 這裡有一盆飲用水 我們加點冰塊 待會兒我們要泡生菜 關於沙拉用的生菜 喜歡吃什麼就放什麼 這是甜椒 我們先切絲 然後泡到冰水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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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洋蔥 然後我們切絲 煎下去保養 不會那麼辣 這是小紅瓜 小紅瓜 去不去止 無所謂 看個人喜好 等一下 把它切掉 這是西芹 看西芹 要不要削皮 這無所謂 看個人喜歡 那當成不削皮 它會有比較多的纖維 好 這是美生菜 生菜我們用手剁 小番茄 切一半 另外裝起來 看就不需要泡水了 好 接下來我們稍微的 讓它 泡一下 生菜 讓它在冰水裡面 浸泡一下 待會兒它的口感 就會很清脆喔 好了 這邊水滾了 我們來燙雞胸 這是西芹 我們剛才挑下來的葉子 兩片葉桂葉 加點胡椒 海鹽 這是百里香 兩片自己撞的喔 這邊有兩隻蒜苗 冰箱翻出來的 好 雞胸 接下來 把它蓋起來 大概煮八到十分鐘 就可以囉 番茄切小丁 洋蔥切小丁 切點芹菜 切磨的海鹽 黑胡椒 切幾個海油 切蘿勒 九燈塔 一些九燈塔 這也是 兩台自己種的喔 猜得出來 姐夫要做什麼嗎 好 待會兒揭曉 雞胸 也差不多快好囉 我們讓它泡一下 總和堅果 稍微的 我們生菜 先拿出來瀝水 瀝乾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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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胸 雞胸 炒番茄 雞胸肉 不用濕的就可以了 它還有一點點 溫度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另外 這邊留一點 撒點海鹽 紅椒 還有點紅椒 鐵紅椒 特級橄欖油 桑勝果醬 剛才切色的堅果 增加一點堅果的香味 有點給你 你猜到了這一碗了嗎 這是剛才 和雞胸的湯 還有一碗湯呢 好囉 這樣我們都完成囉 除了雞肉沙拉 我們還賺到了一碗湯 真的很好吃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姊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姊夫 要記得訂閱姊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姊夫按讚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姊夫的更新喔 姊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姊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